我們接下來請東華大學的戴興盛教授 蕭委員、劉委員、賴委員、陳委員以及在座各位貴賓大家早安 非常感謝大家一起來關心花動發展條例實施的這個議題 那麼我們今天發言的重點主要集中在一個憂慮 就是固然永續發展這四個字在台灣已經被大家廣泛的認為是必要的 但是從過去政府以及民間實際的施政作為來看的話 我們發現不管是出於刻意的扭曲 或者是出於對永續發展意涵的誤解 在很多的計畫當中還是會產生扭曲的現象 那麼基於這樣子的一個憂慮 所以從去年花動地區發展條例的立法開始 花動地區很多關心這個條例的個人、公民團體、學者、專家們 便集合起來成立了一個東部發展聯盟 還有當然還加上很多既有的公民組織 我們大家經過一年多的討論之後 凝聚了一個共識 那麼以下我跟待會的蔡仲岳先生會把這個共識一一為各位報告 好下一頁 那麼首先是關於那個條例實施的程序正義的問題 下一頁 我們主張 花動永續發展推動小組 還有它所屬的各類工作小組 以及永續發展基金的管理委員會 它至少應該要納入總額三分之一的非官方的代表 我們這樣主張的原因是因為在各類的政府委員會當中 其實已經有很多這樣子的先例 好我們認為三分之一的主張呢 是一個最起碼的合理的要求 好下一頁 在公民參與的部分 我們認為在討論檢討中和發展實施方案的時候 以及各個個別計畫的時候 應當要針對不同的地區還有群體的民眾 確實依行政程序法的規定舉辦公聽會或者是聽證會 如果個別計畫實施對民眾有重大影響者 應該要按照行政程序法的規定舉辦聽證會 然後各類計畫下一頁 各類計畫自草案階段起 資訊便應該要充分的公開並設置專門網頁 使民眾不至於因為資訊不對稱的問題而權益受損 好接下來關於計畫擬定的總則 以及中國方案實施方案的擬定的總則 我們主張 總序發展要很明確的定義 化動發展的總目標應該界定 在以下包含以下指目標的一個社會經濟體 第一個指目標是 追尋我國整體溫室氣體管制目標逐年降低碳排放量 第二個它必須是低環境衝擊的 第三個它必須要降低貧富差距 第四個它強調多元文化的共融 以及第五個它強調要發展永續型的產業 我們這樣子 清楚界定的目的呢是希望不管是經濟會成績的策略計畫 或者是地方政府的中國發展實施方案都有一個很明確的標準 因此減少它扭曲的空間 好下一頁 為了達成這個目的 我們認為將來華東發展條例所實施的各項計畫 應當要連結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 所制定的永續指標 明確的說明該計畫對計畫相關永續指標的衝擊 來協助計畫成效的管考 以及永續發展的評估 好下一頁 除此之外 華東兩縣四年一期的中俄發展實施方案 應該包括一個環境監測計畫 來管考中俄發展實施方案 對環境生態的整體的影響 每年度的監測項目應該要包括溫室氣體排放 空氣污染 水污染 農地轉變為工商建立面積 天然海岸與森林比例 水資源需求量 環境友善更重面積 每公頃農地農藥使用量 污水的處理率 公共運輸人次 運量等等這一些重要的指標 下一頁 同樣的社會層面非常的重要 因此我們主張華東兩縣的中俄發展實施方案 應該要包括一個長期的社會發展監測計畫 來管考中俄發展實施方案 對社會發展的整體的影響 每年度的監測項目應該要包括貧富差距 醫療 社會福利 教育 文化 等等領域的重要的指標 下一頁 另外一點我們要強調 有加有減的觀念 無可諱言的各種的計畫方案 長期而言 一定會對整體生態的承載力 產生更大的負債的影響 所以我們主張 在某一些已經過度開發的地方 他應該要採行採行措施 就是來降低開發的那個強度 還有實施環境保存的對策 這所謂的有加有減的概念 好 下一頁 關於產業發展方向 我們認為 為了達到永續發展的目標 我們應該做下列的事情 很明顯的在全球化經濟的影響之下 全世界每一個國家每一個社會都面臨到貧富差距 急速擴大等等這些的很嚴重的社會的問題 還有環境遭受到嚴重迫害的這些環境的問題 因此 為了要重甘解決這類問題 我們主張 花東地區各項經濟 社會 文化 民族產業的發展 應當要重視 公益性事業 合作性事業 以及微型事業 並且以低碳型 綠色型 協助弱勢群體為產業的發展重點 這樣子我們才可以重甘解決 弱勢群體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 長期被忽略的問題 所以 只要是符合公益 合作 低碳 綠色 協助弱勢 微型等等這些準則的產業計劃 花東永續發展基金 應當要優先予以補助 投資與融資 整體而言 我們希望 具有這些特色的產業 在整個經濟體裡面所佔的百分比 應當要提高 這樣子才符合永續發展的 真正符合永續發展的方向 下一頁 到目前為止 花東兩線一般的輿論 以及縣市政府所規劃的方向 大體上主要集中在對觀光產業的發展 但是我們認為 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 它可以把它的產業發展 壓寶集中在單一的產業上 這會帶來非常高的產業的風險 因此我們積極的主張 在花東地區 要特別重視環境友善農業的發展 我們這邊不講有機農業 而講環境友善農業 因為有機農業它的定義太過狹隘 另外我們希望能夠讓花東兩線的農業 能夠全面的環境友善化 而且我們希望 佔花東就業人口相當大比例的農民 能夠得到真實的幫助 另外一個重點是 不可諱言的 各種的建設計畫 它一定會繼續帶來更高的碳排放量 因此在花東地區一定必須要進行可再生 低碳綠色可再生能源產業的發展 好 抵消這一些衝擊 然後在花東地區有廣泛的共識 我們大家都認為 文化創意產業是非常重要的策略性發展產業 實際上我們剛剛所提到的這幾個產業 也符合 國家六大策略產業的發展方向 我們認為這一些產業都應該列為 未來的重點 產業發展項目 好 以上報告 謝謝各位 我們謝謝戴興盛教授 接下來我們請台東環保聯盟的代表 聯國欣先生來做 我們請地球公民基金會的蔡忠越主任 謝謝 議會在座的貴賓 大家好 我是地球公民基金會 跟東部發展聯盟的蔡忠越 那我首先想要先呼應一下 剛剛其實黃副主委有提到 希望其實這種方案都可以及早 而且在地性的溝通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也呼籲台東花蓮兩縣政府 能夠做到這一點 及早跟在地做一些溝通跟了解 那我覺得很有意思 我在地球公民基金會 我是擔任花東辦公室的主任 我們可以把花東這兩個縣市 設為一個群體 或者一個區域的發展 但是在現在的東發條例 花東發條例的過程當中 它其實只允許花蓮縣跟台東縣 政府兩縣自己提出自己的 綜合實施發展方案 但是我們忽略整體區域性 整體東部發展的一種脈絡 所以我覺得其實剛剛 兩縣的代表都有提到 我們希望是一個合作 而非競爭的關係 所以我們覺得其實中央單位 是不是可以開放 由中央的部會 或者是由中央的單位 一起去創造一些兩縣共同可能的 一些不管是建設 或者是發展的一些計劃 一些方案 不單單只是將這個十年四百億 丟給花東兩縣政府的 綜合實施發展方案來運用 這個可能會對於整體花東 或者是整個東部區域的發展 開放這個空間 會有更多的一些發展的想像 那請按下一張 好那我接下來要報告的是 有關於這個基金運用 我們對一方團體的一些想像 那首先我們希望第一年 能夠做好方案 確定好上位計劃之後 我們再來做下面的一些規劃 我相信其實現在 今天會的一些經費的規劃 其實是朝這樣方向的 那我們另外呢 有做一個五大審議標準 來做這個基金審議的一個方向 首先是針對於生態環境 希望能重視這個溫室氣體排放 跟避免開發環境敏感區 那環境敏感區的定義呢 我相信中央有一些研究 或者是有一些零件署 應該都會有一些相關的一些規範 由這個方向來規範 我們避免開發環境的敏感區 第二個是社會正義 要注重的是所得分配正義的影響 第三個是族群正義 希望可以讓弱勢群體 能夠他們在發展的過程當中 獲得一些重視 最後第四跟第五是分別 文化創意發展跟永續型的產業 那其實剛剛戴教授報告過了 那如果說我們的這個 縣市政府的這個綜合施犯方案 對於上述的這些面向 其中一項具有具體的負面衝擊者 我們認為這個華東永續犯 基金不應該補助 下一張 那除了考量這個 那剛剛其實副主委一直有提到說 我們期待這個基金是永續利用 是自常性的東西 但我們除了考慮自常性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之外 我們期望也是可以同時考量各項對於永續指標的影響 那至於永續指標 我相信今天會自己有 應該有很多這種永續的指標 那如何參足的運用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那第三個呢 接下來是就是 希望我們整體的建設方向是 軟體優於硬體 人才優於建設 那比較具體的一個建議是 任何計畫 其實都應該包含人才 跟組織的賠利的子計畫 這個東西其實是期待的是 因為我們剛剛其實有 台東縣政府也有提到 台東過去在人才的賠育部分 是有一些經費 或者是一些計畫上面的缺陷 那利用這樣一個所謂軟體 永續發展的基金來做 那剛剛其實一直有提到基礎測試改善 這個其實我認為就是所謂的 一般公務預算 要來做處理的 而不要用到這個十年四百億 所以這種基礎建設設施的一些改善 應該跳脫這個十年四百億 這個永續基金發展的方向 好那接下來呢 很重要的是 花東地區其實是原住民族生存 最大的一塊地方 今天陳寅委員也在講 所以我們其實期待的是 遵守原基法 尊重原住民族自治的精神 這些建設或者是這些計畫方向 其實都盡量 要在原基法的規範底下 來做很多的考量 那另外呢 我們期待是中央部會優先考量的補助 就不要在這個計畫當中東西 例如像好 那台鐵例如像他最近要買車子嘛 希望可以把花東這個火車票可以增加一些 像台鐵的購車計畫 鐵路電氣化 這種既定政策 講實在話買一個火車 大概花東十年四百億一下就用光了啦 所以呢希望這些所謂中央政策 或者是要鼓勵 獎補助花東一些本來發展的基礎建設 能夠優先用中央的經費 而必要運用到這個十年四百億 下一張 緊接著要來談 我們對於基金運用的一些限制的一些想法 首先呢第一個是不得於各級政府 機關跟法令所劃設的環境敏感區 其實我們的地質敏感區 或者是水土保殖特定區 其實都有做研究 可是一直都不敢公告 當然公告可能會有很多的壓力啦 不過我們期待是這些東西 能夠做一個具體的規範 然後使得這個環境敏感區的區位呢 能夠做一些完整的呈現 那在這些建設當中 不要去跟環境敏感區抵觸 第二個其實是從離島建設條 曉莉的一些檢討報告 他看出來的 他說不得不助於這個嘉年華會 或具消費性娛樂性 推動永續發展無關的下活動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就是像放煙火 這個放下去 對永續發展真的是沒什麼大大的幫助 很漂亮啦 可是對永續這件事情是沒有什麼想像的 那第三個呢是希望呢 基金運用的範圍呢 能夠使得這個基金補助在推動 永續型的這個社會的明確的政策方向 怎麼說呢就是我相信中央對於永續社會 或永續型社會企業 或者是這些 辦法一定會有一些政策的方向 我們期待是這個基金補助 能夠在推動 這些永續型社會的明確的政策方向上面 能夠有一些多的補助 下一張 那另外呢我們希望這些新興的基礎建設 不要再破壞景觀或干擾生態環境 那如果是也是要維持既有建設的使用 這個基金啊 應該是以維護基本的運作為首要 而不是去擴展這個技術建設的規模 例如像把路拖得很寬 可是根本就沒有什麼人開那個路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很基本的東西 那另外呢其實基於 另外一個東西是比較程序面的 希望說我們的這些方案 或中央實施方案 它可以先經過這個所謂推動小組的核定之後 編列預算 再來基於這個政策上面的同意 再做一個立法院的這個基金通過的預算 而不是說我們先通過一筆大的基金 然後接下來再由各縣市政府來提出這個方案 這個可能對於將來的一些控管的部分 會有一些擔憂 最後呢我們認為應該設定一個申請辦法 那這個剛剛其實跟剛剛提到的就是一樣 我們如何把這個基金更有效的運用在 除了兩縣政府的綜合實施發展方案 我們期待是民間單位可能也可以有這個提案的權利 好下一張 最後我其實是要講 其實剛剛我們之前9月 去年9月11號在田秋靖委員的召集之下 我們曾經跟基金會談過 那時候其實有一個會議記錄說 推動小組要有三分之一以上這個名額 是由民間團體或是地方專家學者來擔任 不過其實從剛剛黃副主委報告 這3月27號核定的這個推動小組 其實裡面民間團體跟花蓮縣台東縣政府 只能分六個名額 這個六個名額相對比例來講是四分之一都不到 所以代表說推動小組的成員呢 能夠有民間參與的聲音是非常有限的 我想剛剛其實夏老師或戴教授都報告了 其實花蓮花東兩縣的政府 花東兩縣民間團體一直很努力的在辦各式各樣的活動 希望政府可以聽到民間的聲音 如果沒有這些代表可以讓進到這個單位裡面的話 其實會有很多的局限 所以呢我們提出了另外一套東西 其實是除了推動小組現在規範的範圍裡面 有推動政策跟審核還有監督 這個規範範圍是不是有點廣 所以我們期待是監督這個部分 因為有可能說我要推動政策嘛 所以我需要很多政府官員的代表在裡面 那監督的部分呢 如果政府自己來監督政府 向來都是一些很奇怪的一些做法 我們很習慣利用口號的方式來說 我們需要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例如像居住正義這個名詞每天都在講 可是卻是去拆人家合法的房屋 這種名詞我們這種事情看太多了 所以我們期待的是這些 我們政府有心要推動永續 有心要推動一些建設的時候 這些指標性的符號或者是名稱 能夠有一個監督小組來監督 而誰是最好的監督單位呢 絕對不是推動政策的人 而是民間團體 因為你自己推政策自己來監督 其實就是很吊詭的事情 所以我們期待這個監督的機制可以來建立 而且賦予這個小組實權 例如像它可以許可延展的計劃 或者是凍結這個花動發展條例 在這個計劃裡面經費的權力 雖然這個權力看起來好像很大的一樣 實際上有權力這個監督小組才會有意義 不然的話它其實就會淪為一個背書的單位 那這個監督小組的成員我們認為政府機關 專家學者還有民間團體跟原住民代表 這三個群體 政府是一個群體 專家學者是一個群體 民間團體及原住民族代表是一個群體 各佔三分之一的比例 這個比例大標的很多 湖山水庫的監督機制 或者是現在國科會在推生技園區的監督機制 其實就是這個比例 政府單位已經有人在做這樣的事情了 所以我們相信 我們也覺得我們這個花動永續發展 這件事情其實需要更多的監督的機制 一起來落實 以上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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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